警車特種部隊卡車通通在馬路上高速奔駛 全副武裝警察手持步槍衝進大學校園 因為美國又發生槍擊案 這次是在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 槍擊案就發生在當地週三中午左右 有學生說聽到七八聲槍響 目前傳出至少三名受害者不幸丧命 還有一人重傷送醫搶救中 警方趕赴現場不久之後 宣布已經找到67歲前大學教授槍手 但警方也強調嫌犯非本校教授 而人已經身亡 為了安全起見拉斯維加斯分校停課一天 另外校區附近有一座機場 美國聯邦航空局也下令禁止多架航班降落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nick,網站 рассказыв上通知 2012-7атив